好 接下来一样是关心教育的话题 很多台湾人都想到美国去读书 尤其是距离台湾比较近 而且气候又舒适的南加州 更是留学生的首选 因此洛杉矶经文处 特地举办了台湾同学会 要加强驻外机构跟学生之间的联系 来自夏威夷州 新墨西哥州 南加州各地大学50多位的 台湾留学生起居洛杉矶 参加第21届美西南各大学 中华民国同学会会长联席会议 大家排排站 和洛杉矶经文处的台湾官员们 一起合照 心情都显得很开心 在会中除了经文处教育组长兰先茜 鼓励学生会发挥服务 和国际文化宣传的功能外 经文处处长令胡荣达也幽默地口吻 习取台湾留学生们 成为中华民国的青年大使 在学生的这个时期 要好好的求学 这个习取薪资 所以要有国际视野 国际观也很重要 那么在海外念书 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做这样的培养 根据统计 目前在美国约有两万五千人 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虽然人数比以往少了许多 但是人在美国全球外籍生中 排名第五名 而留学生们也期待能获得 台湾政府驻外机构 更多的辅导和协助 驻坦香山台北办事 文化经济办事出 其实还蛮照顾我们的 像我记得今年的银星 我们有请他们过来一起跟新生的 还有救生的聊一聊 然后他们就也会跟你讲说 比如说安全须知啊 Downtown附近的治安就不是很好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 可能就是台湾 台湾人同学会想要来这边 然后又不敢来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对那就是我觉得 如果解决这方面的话 可以就是 会让人更想要来到就是USC 对于台湾留学生 重视在美国求学时的人身安全 令狐农达表示 目前经文处 外交部和侨委会等单位 会透过讯息网路等方式 和留学生有固定的联系沟通 未来也会持续加强 这方面的工作 东西讯网站林宏文 洛杉矶场报道